瑞典連鎖家具的零售商 宜家家居IKEA的法國分公司 被控在二零零九到二零一二年間 投入大筆資金 透過特殊管道 來取得警方的資訊 大規模監控數百名的公司員工 應徵求職者 還有對公司不滿的消費者 十五號是遭到法院判處 一百萬歐元的罰款 IKEA集團也隨即發表道歉聲明 針對IKEA法國分公司的非法 大規模監控案 法國反而在地方法院 十五號判處該公司必須賠償 一百萬歐元 折合約三千三百萬台幣的罰款 而兩位該公司的前高層主管 也都遭到判刑與緩刑處分 對此代表員工的律師強調 希望這項判決 能對還在進行非法監控 員工的企業 產生嚇阻作用 擁有全球IKEA大部分股份的控股集團 也在判決後發表道歉聲明 強調IKEA已做出大幅改革 律師也表示 IKEA公司內部已設立道德委員會 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法國IKEA公司的非法監控案 二零一二年曝光 經過多年調查 今年三月開始審理 根據媒體指出 IKEA當時的公司高層 包括當時的執行長被約 與風險管理負責人巴瑞 每年花費超過六十萬歐元 折合近兩千萬台幣 來蒐集員工個資 聯合官表示 多年來包括員工 求職者 以及對該公司有不滿的消費者 超過四百人受影響 法院判決指出 IKEA法國分公司 會透過私人調查單位 取得警方記錄 調查應徵者的犯罪記錄 並利用公司主管 假扮員工 搜集員工的私生活 與政治傾向等資訊 但被約已表示 將對判決提出上訴 據歐洲最高法院十五號裁定 歐盟二十七個成員國 都能根據各國的 各資隱私監管法律 針對臉書等大型科技網絡公司 採取法律行動 推翻了只有該公司註冊國 才能採取行動的舊判決 由於臉書 谷歌 推特跟蘋果等大型網路科技公司 歐洲總部都設在愛爾蘭 但愛爾蘭針對各國的隱私權 法律爭議一直拖延 導致消費者權益嚴重受損 歐洲最高法院的這項判決 將導致這些科技拒搏 在歐洲可能將面臨更多訴訟 與罰款 郭文新聞 敬人請編譯